油画感觉起来好像很难学,但是因为油画画错了,还可以重新修改,其实蛮适合成年人来学习的。 在高音大开设的市民学院油画班,就与一群退休的人士重拾画笔,在油画班老师林英哲的指导之下,循序渐进进油画的画画世界里,为退休生活增添色彩。 教室里学生们拿起画笔创作油画,但仔细看看这些学生其实都是退休人士,有的年轻时曾经画过一段时间,有一点绘画基础,有的是从来没有画过,利用退休后的空闲时间来学画。 到后来就结婚工作了,现在小孩都大了,然后就想想,一直很想说再来画画,对,所以我是几乎是没什么基础,只是因为纯粹的兴趣,所以来,我跟老师学了两年多。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学习是除了课堂上回家,你都可以有很充分的资料去完成,可以,然后感到很愉快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事实上,学习就是一种成长而已,然后至于好不好,我想内心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这是市民学院在高映大开设的成人油画班,指导老师林英哲是台湾中生代的知名画家,虽然班上的学生大多有绘画基础,但他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而入门者学油画是很好的第一步。 那因为这样子一个时间点,自己觉得说可以再来接触到这样子一个艺术创作的时候,又选择了油画,那油画它的一个好处是他可以修修改改的,他可以透过油画不断的思索,然后修改来圆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梦。 也因为成人的生活经验丰富,对美感的体会也比较深,在教育学之中,老师和学生更能够迸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那在对于这些成人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生活上的体验转化成为艺术上的感动,那两种恰恰刚好是舞蹤接轨,那这种接轨的状况也就能够很顺利的把生活的感受变成了艺术的体验,那使用在颜色跟形状上面就变得很有趣,而且非常的生动活泼。 绘画可以画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完成一幅画也需要时间酝酿,所以任何时间学画都不嫌晚。 高音大这群快乐绘画般的学员,好学不倦,为退休生活画出美丽色彩。 社区好新闻林嘉敏,来长方采访报道。